火 火 火 民眾拍下擋堵牆上的黃泥土 晚晚的流下 還持續的滑動中 要啊 上面全封啦 我們這邊也封啦 這邊現在那個樓梯下面 整個山坡全封 發生邊坡攤坊地點 就位在一七路四號凌晨開始 出現連續兩次吐司流 不僅路面直接被大量石塊堵住 就連電桿全都被吹倒垮下 橫躺在整個道路無法通行 四點多的時候 一七路五十四號這邊第一次攤坊 這裡位於這個崇佑的校區旁邊 然後現在崇佑裡面有龜裂 而且他這邊的擋土牆 整個土石攤下來 這是第一次攤坊 那第二次攤坊是一七路三十八號 那邊就是崇佑的那個樓梯那邊 那邊是第二次攤坊 造成38號到54號這邊中間的居民 都沒有辦法進出 尤其是他們地下室 有地下室的人都淹水 然後都沒有辦法進出上班上課 那現在就是拜託市政府這邊先搶災 那第二個就是建議校方 能夠把這個大型的樹木把它修剪 然後再加固我們的那個擋土牆 以免它整個豪大雨帶來的那個土石流 會衝刷到我們民房裡面 土如其來攤坊 讓一七路交通受阻 實際來到擋土牆上方 就是從佑影藝科技大學的範圍 地面上出現長長一道均裂痕跡 人在外頭勘災的金融市長謝國良 也到現場勘查 只是市政府開口契約廠商搶通優先 一七路發生山崩 造成交通中斷 從佑科大也通知學生 改走中正公園受三路 政府強調搶災優先 再進行災後復原 記者黃紹明記憶報道 記者黃紹明記憶報道